评说评论 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楚国 这次晋国没有犹豫不决 晋军神速 很快到达郑国境内 进出两国军队 在郑国境内的燕林遭遇 当时晋国的盟军 齐鲁卫的军队 还在途中 还没有赶过来 晋军方面的力量 也没有往前集结好 团队的优势没有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 是速战还是缓战 晋国领导层发生了分歧 晋国的副统帅世纪 认为楚国强大 会和诸侯打败楚军 不是当时的晋国 力所能及的 打败楚国 应当留给以后 有能力的人去做 因而主张坚守 但晋国统帅 鸾叔不同意 新君左西智 尤其坚持要打这一仗 他说 寒帝一战 晋汇宫被俘 基地一战 先征不能回国复命 当然先征不能回国复命 是另有原因的 碧帝这一仗 巡灵府战败 这些都是晋国的耻辱 现在我们再逃避 就更增加了 晋国的耻辱 我们不能让后人提起我们 就感到耻辱 晋军的上层还在争论 而这个时候呢 楚军已经冲到了晋军的门口 楚军是强势的 楚军于六月会日 趁晋军不备 出其不意 利用陈务作为掩护 突然迫近到晋军迎垒不振 会日 是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农历是以月亮的圆缺为依据的 农历月的最后一天 没有月亮 这是古代用兵所忌讳的 但楚人不讲这些 楚军突然来到晋军的阵前 晋军并无准备 围绕下一步的举措 晋军又发生了分歧 因为晋军的营前有泥昭 兵车无法出营列阵 使得晋军处以不利的地位 晋军统帅鸾书 主张先避其锋芒 故营坚守 等到诸侯援军到达 以优势兵力再转手为攻 趁楚军后退而祭拜他 他说呢 楚军清调 顾累而待之 三日必退 退而击之 避火盛言 晋军人总是认为 南方人狂躁不安 轻举妄动 不理他 只要加枪迎垒 三天之内 他们必会撤军 到那个时候 趁虚而入 一定会 大获全胜 但新军所西智不同意 他说 楚军呢 现在面临着六个危机 有六项软肋 我们必须抓住 我们不能失掉战绩 哪六项呢 第一 楚国的两个臣子 子反与子重 一个中军将 一个左军将 两将不合 第二呢 楚共王的亲兵 都是从旧家中选拔 现在都已经老了 第三 郑国虽然加入了 楚军的阵营 并摆开了阵势 但是军容不整 第四 楚军出征的蛮军 根本不懂政法 第五 楚军布阵 与吴月光之夜 很不吉利 第六 楚军布阵后 军中士族 喧哗不尽 各个军队 因为世续混乱 而不能协同 他们彼此相互观望依赖 没有战斗意志 这些都触犯了 兵家之大气 所以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西智的分析呢 可能更切合实际 也更细致 主帅不想打 但新军族西智 却建议打这一仗 这个时候就显现出 国军出征的价值与意义了 如果国军不遇驾亲征 这三军统帅鸾叔说了算 这一仗呢 可能就不这么打了 但静立功亲征就不一样了 静立功觉得 西智说的听起来有道理 于是采纳了 而国军采纳了 别人再有意见 也要统一到国军的意见上来 这是规矩 既然要打就要布阵 进军的赢钱是早着地 怎么办 静立功又采纳了 世瀉的儿子 世盖的计谋 在军营内 填井平造 扩大空间 就地列阵 既摆脱了不能出淫布阵的困境 又隐蔽了自己的部署 于是 晋军便在营垒中 填平井造 调动上中下军 即新军的 布列阵势 然后 战场上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楚军方面 有一个高级参谋 他就是受迫害 从晋国逃亡到楚国的伯州离 他是西智的同族亲戚 他陪同楚共王登上曹车 也就是个楼车 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 并为楚共王现场解说 晋军的行为 看到晋国阵营中 英雷中 车子左右驰骋 楚共王就问 这是为什么 伯州离说 这是召集军官们 楚共王又问 那些人又集合在中军了 伯州离说 这是在一起开会 决策 楚共王又问 账目张开了 伯州离说 这是在先军的神主前占卜 楚共王再问 账目撤除了 伯州离说 这是将要发布命令了 楚共王说 宣道得很厉害 而且尘土飞扬起来了 伯州离说 这是准备田井平造 百开阵势 楚共王继续问 都登上战车了 将帅和车友都拿起武具下车了 伯州离说 这是宣布号令 伯州离问 那么他们要开战吗 伯州离说 还不知道 楚共王说 禁军上了战车 将帅和车友又下来了 伯州离说 这是战前的祈祷 伯州离把布阵的形势和禁力宫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楚共王 有了伯州离 禁军的布阵和准备呢 使楚共王了如指掌 而禁军方面呢 禁力宫身边也有一位高级参谋 他就是被楚庄王讨伐的若傲氏斗交的后人 楚国旧臣苗喷黄 苗喷黄也陪禁力宫登上高台 观察楚军的阵势 在禁力宫的旁边 为禁力宫解说 苗喷黄熟悉楚军内情 他向禁力宫建议说 楚国的精兵在于他们的中军的王族而已 起码我们的精兵分开去攻击他们的左右军 然后再集中三军攻打楚王的亲兵 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大败 成仆之战 禁军采取的也是这个战法 应该说对付强大的楚军是行之有效的 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呢 不见得懂得牧统理论 你军队的战斗力是由你的短板所决定的 所以找他的短板攻击是明智的 禁力宫和鸾熟采纳了这一建议 及时改变了原有的阵势 让中军将左各率精锐一步加强了左右两翼 确定了首先攻击楚军中薄弱的左右军 而后围坚中军的作战方案 部署既定 禁军就在营内开辟通道 迅速出营 绕开营前沼泽 从两侧向楚军发去进攻 所以我们不知道 Fatehuk